珍婦別墅是一間中西合璧,兩層高花園洋房, 裏面有亭台樓閣,水姐池塘,原本在九龍城,蒲江村,南風台,布設建築, 還有一間珍婦家屬,是一間貧民異學,即是讀四書五經,博博齋。 這間別墅的老闆就是甄婦先生,又叫甄兆榮,香港,中環,德副道中四十八號,那間專賣西楊梅壇,三榮興,又叫甄婦楊梅公司,和成昌集貨店都是他, 這間珍婦別墅在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一日,禮拜五,舉行開幕酒會。 那陣成班,東華三院總理都來餐場, 中星慈善社和本樂隊就來拉他去西洋,而打座慶, 在中華民國十七年秋天,成立了一個叫甄婦佛學社, 他們以甄婦別墅做大本營,放在甄婦家屬的圖書館上, 響起了一間私家道館,叫做五龍院。 有條小徑可以通出九龍城寨,雖然說是私人物業, 衣著光鮮,D遊客如果走到來,問問門口阿伯, 通常都召開門給人進去拜下, 事關甄婦先生本人都好好客, 五龍院門口婦對戀系,母當全保商, 官父闖神宮,入面陳妾很簡潔, 有尊豬嚴肅真母同場,坐北向南,背著北邊牆, 擺在中間,真母即是泰國人叫, 舟波士亞, 個尊豬波士亞, 同場,但有來頭, 他有百大英尺高, 乘千斤那麼重, 左邊蒲國刻著十三個堂字, 陰差監理廣東諸慈市博兼管嚴, 下面本來有個官員名, 不過太花,看不真! 右邊蒲國刻著十七個堂字, 大明萬曆三十一年次貴卯貴秋吉長日見, 背著就刻著三項堂字, 北京順天府大興園, 將朝皇左營造, 主代道士湯道真。 這個, 舟波士亞, 同場是明朝, 萬曆三十一年駐造, 最初供奉在燕京那間五龍館, 後來搬到廣東省山頭, 一間叫碧線公道館, 然後又搬到省城西橫街, 那間獅子尖臨, 最後中華民國成立, 說要去除迷信, 拆掉佛士道館, 曾富先生在中華民國十五年花了一千二百個大洋, 即是二十九點七公斤白銀, 那時成萬曆龍甲拉, 購買了來香港, 特意興建一間五龍館來供奉, 一個, 同場前面豬起一把兩英尺長劍, 左邊擺了一條蛇雕像, 右邊有一隻烏龜雕像, 五龍館裏面牆壁, 柱梁洞中掛滿對戀, 只記得其中一副系, 清涼新托國, 瀟灑舊風喉, 五龍館外面腫了十幾棵竹樹, 麻雀仔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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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滋, 風吹起很冷涼,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十一日同二十二日, 曾經大開門戶, 被公眾進來參拜, 不過不穿鞋就不讓進來, 羅伯頭打到黎果市, 為了擴建啟德機場, 產平珍庫別墅, 和五龍館, 他們只是現在的新蒲崗, 穿綠街果道金箱下, 喇喇喇喇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